大家好 大家好 讓我們全家大小都健康 癌症確實可怕 很多人都是紋癌色變 但今天我們要告訴您 它可以不可怕 我們可以先做好早知道或者是預防 那不曉得專家是不是有記得 我剛剛一開始講的兩個數字 66大順叫什麼 好 先考嫌疑老師 因為我不好意思考專家 66大順是什麼 66大順要開始 我們的節目會有多出一個頻道 早上10點會是在那個什麼台灣 台灣台 大家是腳在台灣台禮拜一 方便我們這種家庭主婦 還有晚上10點還是我們台經台 方便我們上班族的 同步的會在手機上面 也可以看得到我們的節目 哇 要早上有66大順十全新美 胖的女人也有優點的 我們沒有人說你胖對不對 院長 院長幹嘛在擦汗 三條線馬上出來 三條線馬上出來 我們叫副牌 不過真的太感謝了 另外我們還有好的雜誌要送給大家 不過先請寫老師告訴我們 今天的題目是什麼呢 好 今天題目就是請寫出五種 節目中提到有助於降血脂 膽固醇的食物 我本來他聽到五種會覺得 好難喔 不會 很簡單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好好聽 這五種都會講出來 對 所以繼續鎖定 那如果答對的話 分享出去 就有這本要告訴大家 癌症不再可怕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 今天它裡面有寫到說 最新的一些未來的基因檢測等等 讓大家可以多充實一下 好 那麼注意收看了 好 那我要請祝院長 一定常常在看的時候 可能問說 請教您說 吃這個是不是可以降膽固醇 還有什麼方法等等呢 其實民眾 最常被問是什麼 民眾天天就問我 什麼辦法可以降膽固醇 對 壞膽固醇 對 一定要先強調 壞的膽固醇 像我們剛才做運動 它可以把好的膽固醇提高 這是非常難的 但是大部分的東西都是 還是怎麼樣降壞的膽固醇 包括我們吃藥 或者吃一些保健食品 都是為了為什麼 要降壞的膽固醇 對 那剛剛我們這邊特別講了 水果或燕麥片 大家覺得OK不OK 燕麥片有啊 對啊 每個人都說 是燕麥片很好啊 對不對 雖然不好不是怎麼很好吃 不是我們每天要多吃水果嗎 對不對 但是我在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我們台灣的水果 真的是太好了 太甜了 它相對的一些果糖 或是一些糖分太高了 然後造成了我們的 另外的一個問題出來 就是三酸甘油脂 變高的出現了 然後麥片也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剛剛一直在 一直強調 麥片也是人家常常問你 對對對 說吃的麥片到底好不好 對 適量的吃麥片 或是你腸味道很OK的時候 你吃麥片是不錯的 但是當你吃過多的麥片 它造成胃食道逆流的時候 或者造成它的果糖變高的時候 它反而是對膽固醇或是血脂的壞處 所以我們不管怎麼吃東西 一定都要適量 還要適合不適合自己的身體來吃 對 所以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聰明吃 就是在這裡 那這是在食物對不對 你剛剛講如果是微報表的時候 從食物運動還可以控制 可是真的要吃藥的時候 保健食品當然會有油 其實應該說專業醫生會開 降血脂的藥 降血脂的藥 那第二的時候 有些我們想說不想吃藥 那這是一些保健師請教 紅麴 納豆 魚油 這應該也是常常被問的 對 像紅麴或是魚油一定是最多的 可是我每次都跟民眾 譬如說魚油為例 魚油 對 你都油那麼高了 你一定要還要再吃魚油 可是那是魚油 但是你就要選好的 好的 對 好的油 好的魚油 不管什麼油 剛剛我們現在就講了 好的油才是最重要的 對不對 你不能說 魚油也有好的跟壞的 不見得全部的魚油都是好的 那紅麴它真 如果真正是紅麴的萃取物 它事實上就等於 藥物的降血脂的效果 所以你當你吃藥的時候 就不要再吃紅麴的這些膠囊 但是你不想要吃藥的時候 你就可以吃一些 含紅麴的萃取物的這些 保健食品 它也有一部分的效果 那您贊成說 醫師開的藥 所以您是醫生 我請教 醫生開的藥 如果我覺得說 我不太想吃 那我吃保健食品 這樣好不好 你會對 這個是每一個 對 有時候都不敢告訴醫生 因為怕醫生會罵 對不對 對 我的朋友都是這樣子 對 這個就是每一個病人都跑來問我說 朱醫師 我這降膽固醇的藥要吃多久 我吃了肝臟會不會不好 或者是我肌肉會不會痠痛 對 肌肉會不會痠痛 會不會其他都不舒服 你會說會不會影響性功能 性功能 性功能 還好不會 還好 性功能 你看 我就知道 站在美女旁邊 有問題嗎 有人故意給降血壓 像絕食的要戴高帽子 對 降血壓的會 降血脂的會 所以他一定都會說 那我吃了三個月 血脂降到正常 我就不要吃了 可以不可以 事實上我們也是有一些階段的 譬如說你剛開始很高的時候 你一定是藥物跟飲食都注意了 好 你降到一部分的時候 那可能藥物可以慢慢的減少 因為你也注意了 你自己吃什麼樣的 雖然它不多 只有二三十Percent 但是因為你藥物降下來 內原性的都比較清除掉了 那這時候可以控制的比較好 你可以把劑量減低 那甚至有一陣子 我們可以看看 因為它的整個代謝不一樣了 那我們可以停一段時間的藥 然後再回過頭來看看 它是不是有這樣的好的效果 那千萬千萬不要就是說 也不去驗血 也不吃藥 每天就覺得它會自己掉下來 那不可能 第六問就是 第六問 第六問好 第六問 就是我的朋友都說 我們有一點膽固醇高一點 我就每天運動 兩個小時 三小時 不吃藥 不管它 高一點都沒關係 高到230 他就說我運動就好 230是稍微微高 稍微高一點 對230到240這樣 我就一定要現在講回來 就是說你要驗了血之後 要知道你到底的膽固醇多高 或是壞的膽固醇多高 像我剛剛特別強調一些 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 它總膽固醇300多 壞的膽固醇200多 運動降不下 可能真的降不太下來 飲食也降不下來 它不但可能吃一種藥不夠 可能還要吃兩種藥 兩種藥不夠 最近美國很多藥都是用打的 一個月打一次 那這樣才可以把它降得下來 為什麼他們要這麼重視這個治療 因為這些人真的就是早發性 高高高危險群 對高高高危險群 很容易變成早發性心血管疾病 可能30幾歲就心肌梗塞 所以這個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千萬這個迷思一定要打破說 我就每天跑步好了 他就一定降不下來 他不但每天跑步 他還怕吃藥 他怕說一旦吃的膽固醇的藥 那我一輩子都要吃這個藥 所以就乾脆就吃健康食 重點是他後來有去去驗 有沒有再降下來 還是不行 還是降不下來 對啊 所以他就是在矛盾中 因為他怕飲食有改變嗎 他改得很清淡 不敢吃油 咖啡一杯 把它弄成三杯 那這樣怎麼辦 對 像這一類的病人 其實我們驗膽固醇 跟三酸甘油脂的同時 你就知道他飲食 有沒有亂七八糟吃了 今天如果你天天外食 吃得很油膩的 你不但膽固醇高 三酸甘油脂也高 這就是我們剛剛常講的 到底是血脂 還是血油的這個問題 事實上我們的血脂 包括了膽固醇 包括了三酸甘油脂 還有包括好壞的膽固醇 還有其他 就這裡 對不對 就大家會去抽血的時候 TG 其實這個都會血 我們的血油 只是中間的一部分 比較像三酸甘油脂 那如果你今天在問 這三個是統包到這裡 還有一些好的膽固醇 高密度的膽固醇 或者中密度的膽固醇 或者極低密度 這合起來才叫血脂 那血油脂是三酸甘油脂 一部分 我們今天特別拿了一張 這個照片給大家看 為什麼有人血抽一抽了之後 它就變白色的 擺在那邊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它的上層液 全部都是乳迷為例的 這個是白色的 這個是這個嗎 對對對 那個白的那個部分 因為我們通常抽血完就放在那裡就走了 就走了嘛 就不會去看 因為我們不會看到有這個白色的 可是我們在醫院 我們在檢查檢驗室的時候 我們就經常看到有一些人的血 下面是血球對不對 真的喔 上面中間是一點血清 上面都是乳迷為例 那這個我就可以告訴你 它是因為三酸甘油脂太高 乳迷為例太高 它可能外食的太厲害 所以我們可以用 這些不同的血液的成分 血脂的成分 知道它到底是好的高 還是壞的高 還是三酸甘油脂高 那像三酸甘油脂 可能像有一些糖尿病啊 或是吃的比較甜的啊 含糖尿料比較多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克服 所以說你說水果OK不OK 不一定是OK的喔 因為如果太甜的水果 也會出事 對 對不對 像你是米麵飯類的對不對 很多人吃麵食 那也會造成酸酸甘油脂高 對啊 因為它有糖 碳水化合物啊 所以你一直說我飲食控制 吃得很清淡 每天只吃饅頭 會不會高 搞不好也會高 對 因為你就只單吃那個 那是碳水化合物對不對 也是不OK的 所以還是就要幫他揪出一個結論 對 重點原因一定要抓到 食物表每天吃的可能超下來 拿給院長看或醫生看 對 對 會給營養師一起看 但是清淡會不會吃錯食物 對不對 對 不是清淡就OK的 對 像我們有時候吃素食對不對 你看素食都沒有什麼油 但是它上面會澆一層油 因為怕太乾了 所以這也是很可怕 所以不管怎麼樣吃東西 一定要很聰明的知道 什麼東西吃到了你的肚子 好 有些人選擇不吃藥 不過他的總膽固醇可能是做230左右 據說就是維持三個月 每天要30分鐘 每個禮拜要三次 好像這三個月最終之後真的降了 降了10 不要小看這個10 對我們有紅子來講的話 對 對 對 來 我幫你補充這一段 好 每天運動一個鐘頭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運動5天 甚至到7天 那膽固醇好不容易降了230 那很多 對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嚴格的 這個生活形態的控制 好 那我現在就問 哪一個人有這麼大的耐心 每天就運動一個鐘頭 真的沒有 所以哪一個人沒有每天會不出去吃一餐 或者是一個禮拜 到了週末大家去吃一點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飲食控制很簡單 對 生活作息控制很簡單 不是的 那是非常要有堅定毅力的人才做得下來 一不小心就破功了 所以 但是我們還是要鼓勵民眾要運動 為什麼 它是唯一可以增加好的膽固醇 好 剛剛我們這次抽了一管血 看清楚 有的人是這個叫 白者 都乳迷為例 白血 那有人是不是真的是還蠻清楚的 看到說他鞋子是正常的呢 這個時候這個三酸甘油脂 大概都超過300 甚至到500左右 我們正常是小於200 小於150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血差的 對 不過這個如果3到500 有時候控制的時候他還是會肯膩 一定會降得下來 而且三酸甘油脂 只要非常對飲食敏感 你只要控制飲食 他馬上就好 但他不是我們講血脂的問題 他只是剛剛講血油這一個 但是整個血脂是在膽固醇 膏固醇都有 一般來講好像跟吃肉 四條腿的吃油比較有關 三酸甘油脂我們又叫中性脂肪 其實有些跟喝酒 甜食 那個果糖膏反而關係比較多 有請我們林醫師來幫大家說明一下 那一滴血去測血脂 真的有幫助嗎 對 我們前面有談到精準 那個真的是非常科學的素質的 我們可以曉得有正常比的 這個血呢就是我們現在 大家到台北來覺得台北好 就代表台灣好 不一定 那我要到你台東 對不起啊 對台東的這個 台東更好了 假設我們台東是大家認為 原來認為是比較落後的 事實上你到了台東 到了鄉下 都市計畫 人民安康樂利 我根本就不要到你的首都 不要抽血 我不要花更多的錢 我間接的大約的 可以了解你健康的一個方向 導播我們先看一下影片好了 那請我們林醫師講一下 這是一個比較正常的 各位看 像游泳池一樣的 非常乾淨 然後這個血球的原則上 都是圓圓的 自由自在的動 這個是屬於比較健康的 比較健康的 這屬於比較健康的 菲老師記住健康是這樣子的 就是圓圓的 圓滾滾的 游泳池乾乾淨淨的 血也不黏 交通也不太阻塞 OK 好 大家先知是正常的 這個叫血球 對不對 像血球 好 那我們再換一下 導播換一下 我們第二張囉 好 那這還是請專家解釋了 這個你看起來別的也好 除了一看到這個會動 這個是我們的白血球 多了這個東西 它就像警察一樣的 它裡面有很多的顆粒 它在不斷的巡視 那你有一些什麼不好的 一些壞的東西 包括油 它可以幫你吃進去 好 那這個游泳池也很乾淨 我們可以再看下一張 這還算乾淨 好 那現在是第三張了 對 基本上各位仔細看 這裡面有很多小麻子一樣的油滴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努迷 有好多像小黑蟲一樣的 那大家要想 這個不是個平面 這像個游泳池 所以它可以一下子往我們跑 一下子離我們走 所以可以看到好多小黑點 對 那這時候你再看 這個白血球就已經不大動了 它吃了一點 帶了一些壞人 就像警察抓了壞人 然後這邊還剩下一些顆粒在動 但是絕大部分它已經沒有位移了 那這個如果很多的白血球 連顆粒都不動 我們間接也判斷 這個人的免疫力的狀態 所以還看明明 那這個第三張嘛 好 第四張了 來 第四張 我們看一下 好 最後一張 那這個油滴就更多了 那各位看一下 這個血球跟剛剛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原來是圓的 平面的 閃開 它慢慢豎起來了 前胸 我覺得這有點看好像毛毛蟲 前胸貼後臂 對 整齊排列這樣動 你看 這一種就是嚴重的血液的黏制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這一種 第一 這種吃飯往往都很快 是喔 水往往喝的都不夠 哇 那我們都這樣 外食都太多 肉類的油脂 那這一類的 相對的 青菜 纖維抗氧化的 多少 這些比較弱 那你這個不就是說出 我們現在現代外食族的問題嗎 或者是搞不好 剛剛有講了 要怎麼聰明的吃 所以這就是我們為什麼這些病 都是跟飲食 我們生活 我們吃東西的習慣 非常大的 有密切的問題 像在外食的時候 你時間又短又油 又比較 出來的 就我們剛剛講那個雞 我們吃那個雞 以前是跑三雞 你現在的雞呢 你要老老實實 規規矩矩養 你可能要兩個月到三個月 現在我們台灣聽說45天 打荷爾蒙 打一些東西 快速長大的雞 就可以吃 雞就可以吃了 你想 同樣的雞 吃下去的營養 跟對身體的好壞 跟以前是不太一樣的 可是有時候我們也不願 要吃那種 那種雞 什麼都要適量 那怎麼樣選擇 就要適量 我要先進一下廣告 後來我要幫大家問幾個問題 大家都很關心 第一 如果說這個幾乎是外食族 是不是這樣抽一滴血就可以看 那這個是抽一滴 可是剛剛是抽一管對不對 那是不是這個代表說 我的TG 找到 TG只找到爆表了呢 不一定 你先把答案說出來 等一下看 但是為什麼不一定對不對 好等一下官方要知道 告訴你喔 HITACHI 容量大突破 搭載尼加拉飛鋪水流 同時自動洗淨洗衣槽 不用天天忙囉 大容量變品洗衣機 收穫美學 HITACHI 體力 保護 精神 活力不間斷 葡萄王人森顯鼻群 哇 萬家鄉海山醬 薯條蛋餅蘸一點 乾麵炒飯加一點 樣樣來一點 使用飛機音改造黃豆 萬家鄉海山醬 我想找一間最棒的飯店 而且要用最划算的價格訂房 找飯店 TriVago 好喜歡乾杯 乾杯 還是吃麻辣都最棒了 你都沒變耶 還是喜歡吃麻辣 可是小美 你變了 變漂亮了 好容易整形喔 沒有啦 真的沒有 不要虧我們拍照啦 拍照 吃麻辣鍋 又喝酒 讓你胃痛了嗎 還好 我隨時準備幾位服飾凝膠 迅速包覆 潰瘍傷口 有效治療 胃潰瘍 幾位服飾凝膠 We need pour hui 1 2 3 Hey Ladies Smile 粉紅肌 很正喔 黃金彩 你看 我很厲害吧 我可不是普通的粉紅色 好看更不許你小看 我是粉角色 Sansung Galaxy S7 霓光粉 新上市 來三星智慧館 買S7 霓光粉系列 送卡納赫拉旅行組 臭元氣歐巴桑 前進高雄不二囉 一起體驗花媽的一日生活 哇 幾日起扣票只要160元耶 同樣的飯店 同樣的設施 但是卻是不同的價格 TriVago 一次搜尋筆架 超過200個店房網站 讓你用最划算的價格 訂到最理想的住宿 炒飯店 TriVago 啊 灰指甲除了影響美觀 更重要的是 灰指甲是會傳染的 感染灰指甲 一定要立即治療 樂指令 灰指甲萬用藥領導品牌 胃部不可准 任命位數藥數字 每次藥效持續7天 藥效直達指甲底層 殺死黴菌 及早治療 防止擴散 治療灰指甲 指令樂指令 賣對才有效 好 我們要請賢藝老師 再次的把我們今天有想這檔題目 告訴大家 好 請注意 OK 好 請寫出五種 節目中我們有提到的 有助於降鞋子 跟膽固醇的食物 你可以偷偷的看我們的桌子上 題目在上 桌子上 絕對不是這個 要看那邊的 所以一定要繼續看下去 誤會有陷阱 對 看到的都是好的 而且剛剛還講 你雖然吃得很清淡 如果吃不對的話 也降不下來 是的 好 把答案寫到我們新聞網的網站上面 分享出去 隨便唱就送給您 好 羞腾腾 金周刊提到說 癌症不再可怕的報導 其中有很多從各面向 包括基因的檢測 甚至一滴血他們都有詳細的一些 探討跟說明 不過講到一滴血 剛剛看這個血 就是說 這次已經是抽出來 是有點乳迷狀的 對 這種血液嗎 小油滴 小油滴 那我們講 因為外食族 很多人都是剛剛你講的那幾個現象 那是不是通通都會這樣 而且TG三三更有時候爆表了 每個人剛吃完飯 那個油脂在短暫的時間內 血難免都會有 所以我們做這個 通常都要空腹三個小時以上 難怪你剛剛跟我們告訴我說 不一定 對 你超過了三個小時還這樣 就代表你有相當 消化這個油脂的困難的程度 你消化不了 就是清不乾淨 血脂還是一直高 你沒有那個消化能力 處理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這樣做這個檢測 應該是要空腹的時候 空腹三個小時 空腹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我們通常要空腹一下 就抽一滴血抗 像這個血這麼黏 你等於嚴重交通阻塞 這一阻塞了 營養來不了 早上營養車來不了 你在家沒吃沒喝 到了晚上 垃圾車來不了 你家垃圾帶不走 你又髒又臭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人 早上醒了 賴床 全身痠痛 就沒有意氣 上個公共汽車 坐不到兩站 就睡著了 到了晚上 別人都睡覺了 我睡不著 說他有什麼病 西醫抽血都看不到 可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看到一些 就是說 不是那麼的精準 沒有辦法定量 但是他有一點定性 你整個的趨勢 你的健康趨勢 是不太妙的 就是可以 我把他大膽的下一個結論 就是剛剛院長帶我們看的 就是他算是血油 對 血油嘛 不是血紙嘛 就血油嘛 而且就是血的那個細毛型態 血油是不是 是 是血油嘛 油 看他這一批血的那個 血油 油久了 這油慢慢慢慢就結凍了 對 你看還有說泡在糖裡面 結凍了 他就變成塊了 一整塊 這個呢 在他們來看的 我們這叫硬化斑塊 這一種呢 血裡面看到這個 這就是膽固醇 膽固醇的片 剛剛是油 你到這 油到最後就變成 具體的了 那像這些都是 好多小粒小粒小粒 消香點點點 變一大坨 就等於大石頭擋在馬路上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的 亮晶晶的 這個是糖 所以在這種 一滴血我們的叛途上 對 看久了 我們就會看出這個人身上 新陳代謝 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我們會告訴你 有一些方向 看起來 好還是不好 但是我不能談病 談這個來診斷病 是不合適 只是說 看看你的血液 裡面的血球狀況是如何 對 間接也可以反應 還是說有很多油 包在你的身上 對不對 然後久日子就堵塞了 堵塞問題就大了 間接也反應 你的生活 生活型態上 生活方式 是有哪一些要變的 OK 好 謝謝我們的林醫師 哪裡 等一下我們要告訴他 怎麼樣 有好的方法 降膽固醇 院長這邊有沒有補充一下 對 事實上我們剛剛一直都一直 強調一滴血 一滴血 對不對 事實上從一滴血 我們真的可以看很多東西 像剛剛看到的是 因為 紅血球的型態 跟它旁邊的東西 這是看 它的血液的黏稠度 對 或是血液 有沒有糾集在一起 事實上我們剛剛也講的 像膽固醇 酸酸幹柚子 好的膽固醇壞的人 這是看裡面 血裡面的血脂的一些成分 還有更進一步就是說 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基因的檢測 因為心血管 它也是有一些人 它有一些基因呢 基因的檢測也可以從這邊 透過一滴血 也是一滴血裡面來看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小看 這一滴血的檢查 事實上 現在我們的精準醫學 就是從這一滴血的檢查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告訴大家 但是這些檢查完了之後回來 還是碰到每天吃的 第一個就是 你還是要正確的去診斷 對不對 去治療 當然還要從日常生活 去做大改變 對 那怎麼做大改變 小小的一滴血 其實你說不重要也蠻重要的 那檢查完了之後 要做什麼事情才是更重要的 也就是說其實科技進步 讓我們多一種 多很多的方法去檢測 去瞭解 他從以前只看一個 我現在橫的也看 速的也看 上下也看 這樣就讓整個疾病的人更清楚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面向來看 好 那重點來了 院長說 不管你去診 就是診 第一個診斷 檢查 檢測或治療 最後日常生活當中 還是有一些改變 好 八大降鞋子 跟降膽固醇 壞膽固醇的食物 剛剛我們的題目是什麼 只要五個 我現在有八個 對不對 好 趕快看一下 答案都在這裡面 所以我們剛剛有點放水 應該寫八個就對了 是不是 不要 那麼多 因為我們一天吃不了那麼多東西 所以你只要記得說 你常吃的這五個東西 那就好了 所以我們如果有壞膽固醇 比較高的人 對不對 你要吃對食物嗎 我們剛剛講 不一定要吃清淡 對 你看這一點也不清淡 而且 一定要吃鮭魚嗎 一定要鮭魚嗎 對 這就是我剛剛正要講的 對 但是你絕對不要一聽了 這八大食物是好的 結果你每天吃鮭魚 人就變成一個小烏龜一樣 千萬不可以這樣 千萬不可以這樣 它只是告訴你說 我可以吃一些深海的魚 或是像鮭魚之類的 但是沒有規定你要天天吃鮭魚 我這邊絕對不是為鮭魚而廣告 對 要聽清楚 就是好的魚 對不對 對 好的油 油是好的油 對不對 深海的魚 有靈的魚 比如說我吃鰻魚 沒有都沒靈 我吃花枝 我吃這個 要吃有靈的 對 基本上有靈的 深海的 你看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青魚 秋刀魚 對 沙丁魚 大家都覺得它不是 對 大家覺得它不好 但是你適量的偶爾吃一次的時候 跟這個鮭魚一起混著吃 對 好 對不對 那這是好的油對不對 一樣啊 好的油你不要什麼都感染 到最後你就臉色跟感染一樣 對 那是說 青綠色 對 也綠色 如果說我們是涼拌的 生菜的 或是每天吃一些 感染油是OK的 但是你真正煎煮炒炸的時候 拜託 拜託 不一定都是感染 還有其他的油 像葵花油 像這個油 有一些還是不是那麼不好的 對 它的飽和度比較夠 對 好 那另外就是葡萄柚 只是說是指 C比較多嗎 這個葡萄柚就很重要囉 可是因為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想要吃太甜的水果 對不對 所以有一點點酸的水果 可是最近大家對酸的耐受性是越來越低的 對 人家吃了一點酸 這個水果怎麼這麼酸不吃了 像橘子 柳丁 但事實上 稍微有一點點酸 還是對健康好 但是一樣喔 葡萄柚不是沒有壞處喔 像我們吃一些藥 對 會有些禁忌 對 會使血裡面的濃度變高 所以你就要很小心 好像是吃高血壓的藥 就不可以跟葡萄柚 還有另外一個 你如果腎臟是不好的 你也在葡萄柚也是要很小心 所以你看 有一好就沒兩好 所以我們吃 即便是降這些膽固醇降血脂 還是要適量 好 所以這裡有飲品 對不對 有好的油 好的食物 半喝一杯茶啦對不對 對 還有好的水果 這讓大家參考 就是這個八大降血脂壞膽固醇食物 是我們院長精心挑選 但它是大類的啦 大類大家記住 好 好 倒是我們 嫌疑老師呢 跟大家分享 這真的可以拜拜 壞膽固醇 我不曉得可不可以真拜拜 可是因為我們抓的是 醬膽固醇 好好吃 一定可以拜拜 好好吃 對 我用的是麥片 會有醬膽固醇 所以麥片 然後我用的是核桃 跟芝麻 跟葵瓜 是 然後加一點中筋麵粉 所以先把燕麥 用熱水要泡到軟 你看到我現在吃的就對了 對 剛剛已經說到很開心 一定要泡軟 沒有泡軟的話 怕它的胃消化的不太好 泡軟以後 你就直接把麵粉 糖 鹽 酵母粉 通通跟我們燕麥 通通放在一起 加水 拌勻以後 然後再加入所有的東西 就這樣全部一摞子 全部放到一個鋼盆裡面 把它慢慢拌拌拌 拌到勻以後 直接倒到鍋子裡面 然後發了兩倍大以後 再去小火把它稍微煎熟 所以我們都沒有放油 因為核桃裡面已經有油了 像這樣子的 所以這沒有什麼油是不是 對 像這樣子的 因為堅果裡面本身就有油 就油會出油 如果你選到好的就對了 對 然後你可以特別看我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吃麵包 有時候覺得軟軟的 對 可是你看你把它核桃放進去了 葵瓜子放進去了 芝麻放進去了 葵瓜子 你再吃起來就又有一點嚼勁 而且這主要是 兩分之間才做個大餅 所以你不必買 不必外食 你看這個 這個我等一下帶回去 這很完美 對啊 因為這 先 我講這個你都不急了 對 對 這好漂亮喔 對啊 所以這個 不是用蒸還是炒 不用蒸 用平底鍋 稍微不要帶油 平底鍋直接烤出來的 所以我這個設計的是對 所以你看 沒有烤箱的 好去做這個 好吃喔 好吃 你看我